各位观众,大家傍晚好,欢迎收看百肯讲坛205期 这期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说 首先是上周我曾经说这周要给大家做两期,由于种种原因顺延了,到下个礼拜再做了 具体原因我已经在B站的文章里面写了 反正明天是要播帝国杯的决赛的,所以说明天不行 然后周六周日两日接到上风的指令要播新服 所以说也不能做,那就下周再做 反正少不了你们的,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尤为重要,大家听清楚了 9月1号新服开服以后呢,我百肯讲坛的投稿邮箱里一定会收到新服的投稿 这是一定会有的 那么我收不收这些投稿呢 收肯定是要收的 但是收可以,这个东西得有规矩 你不能把新服的投稿跟老服的投稿混在一起投给我 你也不能把新服的投稿什么标记都不做就投给我 我哪知道这是新服的投稿还是老服的投稿 当然了,我估计新服跟老服的这个录像它的扩展名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跟你们讲,很多人存录像会存得连扩展名都丢掉 至少有30%的录像是没有扩展名的 是我自己后期把扩展名给它加回去 然后它这个录像才能用的 我不跟你们开玩笑 至于那些什么压根就没放附件的之类的投稿 我也就不多说了 反正新服开了以后 老服的投稿 你随便投,你只要不要忘了加附件就行了 新服的投稿 如果你不注明这是新服的投稿 我不知道这是新服投稿还是老服投稿 然后你自己存的时候又存坏了,没有加扩展名 那对不起 在我眼里这就是个坏的文件 我就不管了 另外的话呢 新服的投稿要存一段时间 才有可能可以做出一期完整的百坑讲坛 所以以后如果新服跟老服同时存在 那么新服的百坑讲坛跟老服的百坑讲坛也会同时存在 至于具体怎么安排 什么时候新服的投稿能够做一期了 那我就做一期 我不可能什么一期一个小时做到一半 我把老的三国纱关了 再开个新的三国纱 然后在那读秒 读出来以后我再做 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拖大 影响我这个节目的质量 所以说老服归老服 新服归新服 行不行 那这个新服开服以后 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说我先在这里跟大家打了招呼了 所以我打了招呼以后 你不听我的 或者你压该就没看我的百坑讲坛 在那胡乱投稿的 这些稿件我一律不收 现在百坑讲坛根本就不缺投稿 一点都不缺 缺的是审核投稿的人 好了 那个话我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这个百坑讲坛 好 我们看第一局 第一局是一个马良 马良主攻 边上就有个陆迅 倒是可以 倒是可以试试要不要探身份 这个我就不懂了 你探不探身份 你探身份 因为这个牌如果陆迅跳反的话 是可以对陆迅造成很大的伤害的 你不探身份 你就无中给谁 不给了吗 给六话 哇 陆迅是跳钟了 这个陆迅跳马良的钟 是非同小可的 一般来说是可以信任的 我觉得 这个左辞也不知道是什么套路 南蛮也给了 桃也可以吃 这个官屏最值得信任 觉得左辞是心怀鬼胎是吧 可以先探女性的身份 只要不给牌的就一定是反 这个是真反 不给牌的就一定是反 陆迅连官屏的牌都给 那陆迅肯定也是真中了呀 不要客气 反打 这不反打是为了什么 这个无邪可击打了以后 可以再给人的 这竟然不打 而且官屏的牌会越来越少 你当然要给他补充的啦 不过这个牌已经够爆炸的了 非常爆炸了 给了个桃 还有后招 这个无穷无尽的后招 这个无邪可击就打得没意思了 反贼已经纷纷脱管了 这种就直接打死就可以了 过河拆桥 还有什么盘登补给关屏吗 有个9可以给 哎呦 账八 哎 账八怎么可以不拿 哎 太业余了 太业余了 那可是账八啊 你知道什么是账八吗 啊 有了这个账八 全场都得死啊 你看看你多少张红牌啊 啊 你这个还能有几张杀 快没了吧 还有一张 两张三张 还有一张红杀 对吧 你这用黑杀打 这官屏吃不消啊 还有就是 不舍得打了 有什么不舍得打的 打呗 觉得优势很大 觉得优势很大 不敢杀万一杀了个钟出来 其实要我说的话 假如陆迅是装的 那你觉得谁能成为你的钟呢 奇蜜倒是有可能 从头到尾没有捣乱 没有天变 没有见证 你这心才有可能吗 站在脱管 还有这个料花 你真的觉得料花是你的钟吗 我觉得砍 我觉得你不把他砍死 砍成一血总会没错的 后面谨慎一点 我觉得可以原谅 但是前面顺手天阳不打 无懈可击啊 杖八 蛇毛不拿 这些我觉得还是 白瞎了 白瞎了这么精彩的配合 官屏 陆迅 马良 虽然谈不上是 永动机啊 官屏 陆迅 马良 谈不上 永动机 但是扫 但是扫清六合 席卷 八荒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笼长的 主中内怎么打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 保官屏 保官屏 然后尽量让陆迅去死 真的 保官屏尽量让陆迅去死 不要让陆迅活 陆迅在打料花 当然是很重的啊 陆迅当然是很重的 但是这个局 官屏跟料花是 不可能打得过你的 所以说官屏的思路是 打打陆迅 我觉得官屏就打得很好 就是要打陆迅 不能让陆迅活 主系绍可能觉得陆迅实在是太重了 不好意思控他 那行 你可以让料花去死 料花死了以后 一定不能让陆迅进单条 一定是让官屏进单条 好 好嘞 好 这边是 比较轻松的赢得了这一局 有人在那边扯淡 说挂了帐巴以后 会被奇蜜怎么样 卧槽 奇蜜你敢跳反 来你跳一个 我试试 奇蜜从头到尾 瑟瑟发抖 动都不敢动一下 我真是巴不得 巴不得没找到 你看 我们家主公 砍死左思 跟真纪以后 患得患失 连一个托管的张星彩都不敢砍 什么 你奇蜜要跟我专队 要跟我见证 要跟我天变 你来呀 你赶紧来 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所以说 刚才在那边说 拿帐巴会被奇蜜 怎么样的人 他活不过一级 人家奇蜜好歹活了三级 你连一级都活不了 就是这么傻逼 你知道吧 这种傻逼就是这么傻 跳出来被我骂 真的是跳出来送给我骂 刚才那个人呢 怎么禁言掉了啦 让他跳出来送给我骂呀 你们这帮人真不懂事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有个人 可以光明正大地让我骂 竟然把他给禁言了 这边主事叫 怒刷四张手机卡 刷了半天 牌越刷越烂 变成三闪一无中了 你们不要以为 无中是一张好牌 无中在这里 还不如一张杀呢 这竟然是笨谋 怎么办 我靠开 开五五风灯的 不过 拿了张南蛮入侵 倒是不亏 我们家主视角 想了半天 就是为了这张南蛮入侵 怎么办呢 要不要开呢 感觉跑上来第一圈 他们有杀的概率比较高 要不隐忍一下 真真的是毫无用处 我觉得 我觉得第二圈再开 可能更好 第一圈他们有杀的概率太高了 连这个流善都不给面子 五个怒 没有杀怎么办 笑话 我的武力 这边 这边家旭给成功变成死血了 把成功变成死血了 没有杀啊 没有杀 挂了个连弩 胡加虎为 先赤桃再出杀 很会玩嘛 这个朱然挺像内奸的 不像忠诚 我居然 也白口莫辩了 那琴蜜的确这么远 挺 挺像忠的 那后面就四连反了呀 咋办 四连反 诶 那肯不肯放我们呢 放了 哇 又来一波 这次可以用这个了 这真的是 这智谋真的是毫无用处 这边选择多留了一张闪 还是挺怂的 没有把无限全留住 这边朱然气啊 气他不是寻忧啊 这个时候要是玩个寻忧 要是玩个寻忧内可不就赢了吗 这么疯狂 关键是这个邓爱 好像前面这四个反的也没完完全全跳出反 我们是知道朱然内我们是中的 对吧 但是在这个刘邪眼里 这个 这邓爱没有明确跳反 所以说刘邪这一下 给我们家吕布换到牌了 你说这邓爱这方天三杀打得好不好呢 反正我反正我是觉得不应该方天三杀 就假许成功 留鞋三个人动一下 刘邪不死也得死吧 这收了九张牌又能如何呢 肯定不如三个回合 更不要说是出过杀的回合 哇 好惊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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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邪不多不少 正好多一套 这应该说正好多一些 三回合三个大 把他们全打死了 就是说有时候你会发现啊 你摸牌摸得好 不如就摸两张烂牌 如果邓爱摸两个闪过了会怎么样 如果邓爱摸两个闪过了 假许动 对吧 假许动 拿一张废的那个黑牌去给刘善 拼吕布 吕布身上的牌就没了 对吧 拼点用一张 然后吊牌用两张 吊鞋也很疼的 就吊鞋也是非常疼的 就是这个 假许会玩一点 把小的黑牌给刘善 去拼吕布 不管吊血吊牌都非常疼 然后成功跟刘邪可以两连动 对吧 再怎么样成功是可以名册刘邪的 名册了刘邪以后 刘邪摸两张牌 再加上回合内摸两张牌 对吧 他先杀一刀刘善 七张牌还剩两张 然后把牌去给到邓爱 邓爱去拼刘善 刘善是空城的 那就看看能不能反离间什么的 反正有很多种玩法 我觉得比打个方天三杀 他还是咸鱼过比较好 所以说有些人 就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你知道吧 看似很帅的方天三杀 关键是刘邪还不肯救死 让我们主视角又额外摸了点牌 最终是很奔放的三个大 把反对内奸一起端了 戏太多 就是戏太多 这个佐词 这佐词有锅图 已经非常厉害了 小乔 小乔 小乔谈马超的 而且是流失体力弹的 有点像跳钟 但是我们肯定不愿意接受 小乔是钟这个事实 对不对 那我们肯定跟随主攻的步伐 这边 这边各种不减排 各种不减排 都是人不知道飞哪里去了 打死了 很爽 这么多杀 那把刘善也一起捅死吧 因为小乔还是疑似跳钟了嘛 对吧 小乔还是疑似跳钟了 想玩是吧 把他们牌全部拆光了 最后杀一刀流扇 因为这张是红杀 他可能觉得用黑杀杀流扇 要弃两张基本牌 被流扇闪掉 非常的亏 所以就刷红杀 这个思路也是很不错的 结果这个流扇压根就没有闪 但这不重要 这边适当削弱了心采跟生权 还是很不错的 有这个刷佐次的想法就不错 这边是彻底相信小乔 是队友了 是吧 不过想想也是 小乔不是队友 凭什么那么打呢 我们虽然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但是想想也不错 毕竟知道小乔是队友以后 可以放心的去打流扇了 这个难蛮入侵 小乔可以弹我们 弹曹直啊 弹曹直不转的 弹曹直不如弹我们 这次总弹我们了吧 没了 没了那就没办法了 你玩个小乔你都玩不好啊 心采跑了啊 估计是个死太监 这个不弹黄盖太蠢了吧 小乔都不会玩 反正左思一个急功打天下了 可以 对于左思来说 他哪怕就是个锅图都可以 诶 补义 好强 这曹直又不减牌 只能挂刀去砍 先砍死再说 诶 这星仔又回来了 可能是掉线了吧 一刀砍死 这边投降时间还没到吗 孙权脱管了 剩下一个内奸 可怜也是可怜 左思的手势挺不错的啊 都是一些很不错的化身 中摇了 火态了 我这边还是很欣赏主视角在打死了这个马超之后啊 看到自己手上全是黑杀 然后转念一想选择去杀佐茨 通过杀佐茨来削弱后之位那个反内他们的爆发力 并且给自己找到了一张红杀 用这张红杀来打刘善 因为你想啊 如果刘善手上有闪 你要用两张黑杀去捅穿他 结果被他轻轻一闪 那这些杀是不是浪费掉了 不如通过刷佐茨 因为有大量的黑杀 用这些大量的黑杀去刷佐茨 刷到一张红杀 我觉得打得很不错 这边小乔本来呢 也算是有点功劳的 如果小乔能够反复的弹黄盖的话 那他的功劳就可大了 他就不比黄盖的作用差了 只可惜 他脑门里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逃 我要谈给主攻 废牌我谈给反贼 没了 就是个不动脑子思考的 下一句 这边是戒吕布 戒吕布啊 戒吕布一般是贴着主攻 会厉害一点 这边直接跳反 胆子很大 一般贴着主攻会厉害一点 远位的就不好用 远位的就很难用 这边还把宝贵的杀给用 我觉得 我觉得吕布的杀 应该比较关键吧 而且手上都是 可以用出去的牌 所以体力上限 并不是很重要 如果手上卡了一堆杀伞 那体力上限 还有点用 这体力上限 已经没用了 你这过拆跟兵都用掉了 以后就没了 这边俩反 后面有个流程 怎么办 啊 装内奸不动 装内奸不动 这边有铁锁连环9属灵杀 这个牌要是 能够 能够顺利在下回合 用出来 倒是很厉害 这边流程一回合 造成了沉吨的收益 先是把手牌打光 然后两次战决都 就骗掉了诸葛莱两个武器 与此同时 自己是毫发无损 可以说是非常厉害了 但是 无线很厉害 这边流程的牌没了 牌没了就不能利誉了 哇 流程死了就是 流程死了 我们可以打无线了 更厉害 然后我藏上室内 曹丕这种副朝风主攻 选曹丕内是比较难打的 不好打 哎呀破锁了 他是因为离线了 所以自动出的闪还是怎么样 谁叫你曹丕给闪呢 好吧 曹丕另外一张也是闪 这两张闪不一样 一张方块八 一张方块五 天意不可逆 那就看我们主视角怎么动 这边主视角选择拆无线的手牌 这个打法是对的 因为万一无线是两张闪 对吧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像这个铁索连环 如果被诸葛亮打了无懈可击 那也无所谓的 因为这种局面下 杀就是杀掉五个人和杀掉四个人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就就怕无线闪掉这一下 这个是不肯给曹丕收尸吧 应该是 好 临死之前抱变一下 这边曹丕肯定是很怕 曹丕是中我 那个吕布室内的 所以说他要去翻曹丕 但是这个张辽 这张辽打工打得有点过分了 这不管曹丕室中室内 你这都是打工啊 纯打工 好了 一把牌全部给收掉 然后 哇 这是 真的是天语不曲 这个跟错人内奸 不错人内奸 没关系 这个皮肤真的很好看 皮肤又好看 配音配得很好 词也写得好 这个天语不曲 反受其就 实至不行 反受其央 出自史记的《环音侯列传》 我看过史记的 《环音侯》就是韩信 《环音侯列传》里面的一句 天语不曲 这个是说天上赠语的 你不去取走 反受其就 就就是引救辞职的那个就 不是救命的就 引救辞职的那个就 一般是指过错失误 或者是受害的意思 反受其就 就是反过来 会因为你没有去 没有去得到上天的赐予 没有去拿走上天的赐予 而反过来受到他的那个所害 实至不行 就是指时机到了 你没有去行动 反受其央 就是反过来要遭央的意思 反正这句词也写得非常好 但是从吕布的嘴里说出来 就很怪 你知道吧 我知道很多人听不懂这句 所以说我特地跟大家解说一下 我们看下一句 这边是一个左子主 破军 你要干什么 弃牌了 这里我就要说两句了 既然你不想忙人 那开什么无中生有 你不开无中生有不是正好 不是正好可以过了吗 对不对 你开了无中生有以后 把杀给弃了 这 这不如就不开无中生有 我觉得不开无中生有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打法呀 对不对 无中生有也是可以虚报的 没有人说过无中生有不能虚报 我这么快就出这个东西了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人家家的小乔 对吧 别人家的小乔 就完全两样的 你看到没有 这皇该厉害了 赵云冲了一下 看看别人家的小乔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回合内炸强了两次 可以出三张杀了 没了 这边主持人家故意的 他想害死这个戏之财 这摆明了就是想害死戏之财 我觉得给小乔摸牌无所谓吧 你既然这么急着要戏之财去死 对吧 那我觉得一张牌都不浪费 就等着戏之财去死就好了 当然我们自己不能出伤 刀给他无所谓的 戏之财你赶紧去死吧 当然不能中乐 但已经跳了三个反了 基本上不太会中乐了 丢无限了 看来手上还有酒 这戏之财要是不死的话呢 是挺难射的 因为反的那里还有小乔 如果戏之财活着的话 小乔就 就可能故意弹戏之财 害得我们气牌 会很麻烦 趁机害死 哇 小关张 那戏之财还是活一下吧 活着比较好 这边登海几个天了 看一下 只有两个天 那觉醒不了了 没你的事了 坐下 这个厉害 戏之财活下来了 好评 这边这么忍不住打赵云 赵云没有出杀 不代表 没有冲阵 不代表他没有杀 这边是 又是吴凡 森测表示 我是内奸 我是真正的内奸 但这牌已经够了 这打的不对啊 先把贴索换了 不要急着装装备 因为贴索了的话 有可能换出个顺手之类的东西的 你看 三张拆 现在怎么办 三张拆 三张拆 拆光小桥 或者三张拆 拆光黄盖 肯定是拆光小桥 三张拆 拆光小桥 然后去复魂 小桥 我觉得牌够的呀 这边简一根木马也是杀呀 对吧 为什么一定要去战绝这个 不是战绝 那个叫复魂那个赵云呢 但这样的话 更 这样的话手牌更多啊 更保险 可以晾着这个黄盖不管 画石怎么说没错 但是你 你晾着小桥不管 你还要去杀寻玉 寻玉这个东西 他一杀杰命三张 运气好起来 对吧 运气好了挡也挡不住啊 而且这个火攻也打得不对 就应该一刀一刀杀下去 对吧 你用火攻打中他也是两张牌 还好啊 你看这个就是小桥 你这个小桥还绕不开他 还好黑杀多 打死身侧了 炫是很炫 但是排序 严重不对 就绝大部分情况下 下意识的先装装备 都是不好的打法 都是很差的习惯 有的时候是要先装装备的 对吧 但那是特殊情况 在一般情况下 你这个人的技能跟装备无关 那么一般情况下 不要先装装备 还看得清楚一点 铁索连环不打算用的 就先换掉 铁索连环打算用的 你可以最后用 对吧 这个局 三张过拆摆在脸上的时候 其实他那两张装备 已经装起来了 就很蛋疼 但是呢 也无所谓 这两张装备 因为简易还是可以拍出去的 青钢剑能破防的 所以装了就装了 装了以后 把三张拆打在小乔身上 然后再去砍小乔 用两张牌去砍小乔 看上去好像很浪费牌 会不会牌不够 不会的 你想想看 三张拆打完 你还有五张手牌 对吧 复魂用掉两张 那也是砍了一刀啊 还有三张手牌 再加上红简易跟红木牛 你有多少张杀 每收掉一个反能回三张牌 三张牌至少两杀吧 我不说三张牌三张都是杀 三张牌两杀很正常吧 对不对 因为两张废牌也能当杀用 那你凭什么去砍赵宇呢 对不对 怕就怕什么 怕就怕你没有把小乔拆光 你砍死一个黄盖 砍死一个假许之后 剩下小乔跟 跟那个巡遇很难处理啊 小乔你打不了 打巡遇 巡遇神诫命呢 什么是神诫命 我杀你一刀 杰命三张牌 有一张是酒 一张是闪 砍你一刀闪掉 再砍你一刀 啪一个酒一喝 再杰命再杰命两张 又是一闪一酒 一桃一闪 两桃 两酒 这种东西讲不清楚的 对吧 你能卖两次 卖到袁绍跟那个 关张 就不许我巡遇卖两次 卖个酒卖个桃啊 如果最后只收两个反 你说干不干的 你左思自己状态也不好 那边那间虎视眈眈 巡遇跟小乔 如果都活着 会有一个很神奇的打法 巡遇一个驱虎打掉你一血 杀一刀小乔 啪弹一下 死了 就直接嗝屁了 就这么神奇 就你在那爆炸输出了半天 打死两个反 然后人家一人动一下 你死了 好 我们看这一句 是个内奸 这边是平扣斗罗诸环啊 哎呀 这主攻跑上来就离线了 难道 这孙上乡又不回来了 哎 不知道是不是回来了 我们七手牌很不错的 有简易的 大忠臣 啊 这个南蛮是骗一手啊 有意思 这是普通大桥 完了 普通大桥本来不强的 但是 这刘备 司马尔家 家大桥 强乐阵 那要看还有一个中士谁了 啊 我们现在有那个 有那个跳气牌的那个 那个那个 平扣了啊 就是 分力 他是 手牌出全场最多 可以跳摸牌 体力质全场最多 可以跳这个触牌 然后装备全场最多 可以跳气牌 制衣也可以 如果你是制衣也可以 就有一个装备就可以 没有装备的 全场没装备 不能跳的 跟大家科普一下 这边是故意打戏制裁 想让戏制裁拆乐 那么戏制裁盼黑的话 那司马尔就必须要改红啊 这时候打得很漂亮 但是这个元素没看懂 这有什么看不懂的 这个曹昂也没看懂 这 这我真 真没觉得 有什么看不懂的 这边戏制裁 一张牌拆了 一张牌拆了对面两张牌 雪赚啊 这么多方块 不知道这次要乐多少人 我们又捡了一个装备啊 可以继续做平扣斗罗了 这还能从天上捡牌的 再怎么说 曹昂也是把大乔跟朱环解出来的人啊 我们继续啊 哇 这孙长强的牌 气得好可怕呀 我反对不强啊 强乐阵带个曹昂呢 肯定不强 对吧 强乐阵带的 如果强乐阵带的是个元素 那就厉害了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用出 出什么太大的力 就每回合打一下 打一下戏制裁就得了 我觉得主视角要打就打曹昂 就大乔 这种是反对的 我跟你说啊 祖宗会打的人 大乔跟刘备这两个 曹昂他们不会打的 司马懿更不会打 我们当然希望打司马懿 但是打不起啊 打他一下我们装备就没了 只能放着他不管 可以先从曹昂打起 反贼很弱的 反贼是很弱很弱的 你真的太高看反贼了 大乔真的不着急的 而且大乔体力上限本来就低 三两海就打死了 这边这个刘备 一看我们开始打反了 就开始杀我们了 他应该老老实实 人都赤淘的 这次开始杀 杀元树跟那个大乔了 要我说呢 这个戏制裁就应该 就应该继续打 真的戏制裁应该继续打 这细致才不打 太可怕了 元树倒是没有那么着急 一个一 这孙长下一掉血 它直接回满了 我的天 不应该这么着急打大乔的 就对着反贼血量比较高 没有嘲讽的人打 因为我跟你说反贼一旦减原了 完全打不过 反贼要崩了 哇这么强 奈何人家细致才排多 崩 崩掉了 还是节奏没掌握好 其实这一局 其实这一局的节奏 可以完全掌握在内奸的手里的 我觉得内奸就是 没有忍住打反贼 就是不要急 先 就因为我跟你说 大乔借刘备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方片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到最后就没了 他不是借大乔 没有排回首的 哪怕有刘备 人的刘备也没有额外过拍能力 对吧 那方片可不是越来越少 打到最后方片就没有了 所以说在我看来 主视角是觉得 主中被勒了那么多轮 好像很惨 要帮一手 不需要的 你就打打戏制裁 但元素贝勒的时候 你去打他 他被压血 然后弃牌 那肯定是主中要完蛋的 主攻被勒的时候 你去压主攻的血 然后他弃牌 那肯定是要崩的 戏制裁不会崩 你就单打戏制裁 打到他 打到他打死了 或者把主中的头 炸光了为止 而在这个过程中 反对勒会用光的 反对的勒用光了以后 你再开始 那个打元素 或者打那些比较肉的反 曹昂这种的 你知道吧 现在是真的难 我们的装备一旦被拆掉 就失去了这个 做斗罗的能力了 这珠环的软肋 珠环的软肋太明显了 就一旦失去了装备 这一点上跟贺奇真的有点像 别拿走 我的装备 没有装备了 那这波牌必须用掉 不然就要扔了 手机倒是不错 南蛮万箭 这好像是戏制裁的最后一张了 然后他崩死了吧 死了 这为什么要开五股风灯呢 这完全可以不用开五股风灯的呀 杀了元素 趴死这个曹昂不就完了吗 那开就开了吧 最麻烦的事情来了 包括刚才那个陶啊 都可以不吃 那个陶不吃 虽然他说不定就跟内奸 内奸那个睡觉了 毕竟咱们是内奸 现在事情很麻烦 这个 这个司马懿的每一点血 都是我们一件装备 咋办 别拿走 我的装备 我们是肯定舍不得我们的装备的 但是你知道关键是什么吗 关键是朱环的这个配音实在是 太拉嘲讽了 朱环的配音是怎么说的 以一代劳 坐收于力 整个身份局没有人能够用以一代劳的 就你朱环可以用以一代劳 你还想坐收于力 做你的狗梦 这司马懿 怎么不抽朱环的装备啊 这不抽朱环装备吗 你死了呀 这司马懿不拆装备的 拆了装备不就没有最后那一下了吗 不过主视角也是拼了啊 这个为了打死一个司马懿 自己真的是 打了打了大半副牌 攒的收益几乎全没了 看来是不知道朱环的技能 哇 但是面对孙让香还是很难打 要看手气了 我们厉害的地方是每回合能有一点额外的输出 孙让香厉害的地方是有消机 消机不是开玩笑的 完了 逼他走 我的装备 怎么办 强拆吗 拆不掉 哇 这手气 朱环这一局摸装备的能力 绝对是贺琪看了会流泪啊 哇 罗莫良火杂 哎呀 还能更厉害一点吗 这手气 前期坐收余力的这个过程啊 我觉得还行 就是八人举的时候 主持角一开篇 在那单打戏制裁 还引起了反贼团队内部的一点点不协调 啊 这个节奏非常的好 什么时候协调开始不协调呢 就是他多管闲事非要打大桥的时候 这个局面 祖宗是很强的 反贼是很弱的 反贼就因为有一个大桥 而且有刘备补牌 才能狗一会儿 他们也就只能狗一会儿而已 我们只要不停地打戏制裁 压榨戏制裁的能力就行了 因为你这个戏制裁 但你不打别人去打主攻 主攻一样是会引起戏制裁卖血的 你不如主动去打他 这样的话呢 所有人都去打戏制裁 只要主攻不掉血 戏制裁睡一下只能睡一血 那么再加上有勒布斯鼠的存在下 我觉得打戏制裁是可以的 就在这过程中 我们不是一直像一个吕蒙一样的攒牌吗 如果一旦一不小心 那个胜负的天平倾斜了 就是比如说戏制裁被我们打太狠了 真的给打死了 大桥有手机特别好 一直不断方便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不要着急 朱环手里有虚报的过河拆桥的 他可以随时用过河拆桥 帮孙上香跟袁树解出来 而且他手牌特别多的情况下 技能可以一直放 所以我觉得当需要袭击反截的时候 从曹昂那边下手 不过这一局呢 那个司马懿的确是很麻烦 我也不知道后期该怎么处理这个司马懿 但只要主持角前期打得好一点的话 我相信这个司马懿一定会有更好的方法解决的 绝对不是主持角拼了老命 拿自己半辈子攒下来的东西 拿半壁江山去换司马懿一条命 要不是运气好肯定被孙上香打死 宛如一个斗战胜伙 这是一个曹瑞 这边是没舍得把木马装起来 那边有个借大桥 这个打马梁的 打马梁的应该是中 哦 拆掉一个勒 但是借大桥怎么办 好强 细致才曹瑞 细致才曹瑞只能打细致才 打不了曹瑞 又被乐又被翻 这局游戏跟主持角没什么关系了 柴勒 现在才自己头上的 这个细致才 这细致才可以免费窥到的 为什么 这被迷糊 这被迷糊欲错人了吧 哎呦 那就坑应该欲操人了呀 被迷糊是内奸 我有一刻以为被迷糊是反贼 他还是浪费了一个魁啊 就是主攻主攻的回合已经没有人可以魁了 主攻的回合只有马良跟细致才两个人是两血的 没有地方魁人了 你死后 我将抄斗你的王 诶 这是不是应该把 循玉德勒拆掉呀 拆连弩是不是太怂了 这过分了 人家 人家还没动完呢 说不定会有井囊 这马良如果出无限了呢 对吧 人什么草壁开个雾风灯 马良直接一个无邪可击 就非要这么秀的吗 就一定要这么秀的吗 这个 我怎么感觉这个无邪可击 没什么好打的 不就吃个桃吗 刘章桃也可以 哎呀 这借大桥想要断方块可是很难的呀 你死后 你死后 我曾超过你的王国 慢着 让我来 且好嘞 哇 反正也差不多了 现在就看我们种不种这个乐了 怎么样才能避免种这个乐呢 太难了 哎 好像无邪可击是内奸的 内奸肯定不会解乐的 除非戏之才死了 戏之才死了 有那么一点可能 好吧 内奸并不打算帮我们解乐 他觉得这样挺好 也是 从局面上来说反的已经进入颓势了 绝望 绝望 绝望很绝望啊 这七排七的很绝望 还被寒冰了 更绝望了 而且寒的只剩杀了 好牌都没有了 这边给寻遇回血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有寻遇就有我们 这悲蜜狐一直六个G 没有醒 但对悲蜜狐来说 现在醒可能不一定是好 终于添过了一次 这边还有个南蛮可以开 这个南蛮很厉害 我能看到 被迷糊发财了 哦 出无泄了 以将军制裁 尽可一招制敌 这是第一次铭剑 被迷糊摸了十张了 赚了 指挥票价了 绝醒了 过河拆桥 哇 四顺手 哎 只可惜 只可惜 看上去 好像被迷糊还是入不了局啊 给主攻回了一些 又乐了一下大桥 感觉被迷糊这一手 打攻痕迹很重啊 是不是 打攻痕迹太重了 这不先开南蛮吗 为什么不先开南蛮 循玉手里杀药多少有多少 你给了多少杀了 这里 这里先出杀就很蠢 浪费了一次出杀的机会 女王这个救曹丕也很无奈 但是还有更无奈的呢 这边循玉有酒了 这是第二次铭剑呢 你还真敢杀啊 曹丕 啊 你怕是活腻了吧 你真是敢杀 啊 这招是声东击西 过河拆桥 诶 决斗 全死了 还有逃 把乐拆掉 把乐拆掉估计还会被贴上 但是没关系 循玉哪有武器 哎呀 被拆掉了一张 还有一张啊 还有一张 还有 循玉手里还有啊 第一张杀 这边循玉一共吃了三次铭剑 第二张杀 第三张杀 第四张杀 吃了三次铭剑可以出四张杀 然后驱虎打自己给主攻补牌 这有点小瑕疵 如果想好了要驱虎打自己给主攻补牌的话 就不先开五五封灯 而驱敌之兵 先驱虎打自己主 不安排以后再开五五封灯 最终 这边循玉吃了三次杰命啊 吃了三次杰命 这边还是悲蜜狐打的心急了 悲蜜狐那个顺手加万剑打早了 事实上没有到入局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打了顺手加万剑 对不对 当时那个情况 你如当时那个情况其实很复杂 复杂到必须自己亲手受到反贼 才有一线生机 就是驱虎已经吃了十几张手牌 翻面贴勒在那边 如果无懈可击是主中的 那么勒一定能出来 那驱虎出来 吃了两三次铭剑能出三四张杀 一定是主中赢 对吧 什么样的情况下能你赢呢 就是你把反贼收光 你把反贼收光的话 你突然突然挂个连弩 把徐玉捅死 或者你收反的过程中 自己受到无懈可击 跟徐玉打反无懈病掉 那徐玉一血 啪排没了 回后爱 那他死了 对不对 这种情况下有机会 所以说一定要亲自收反 收不到反就不要动 那收不到反又不能动 那主攻被翻个反欧死了 怎么办 你不是有陶吗 你赤陶给主攻抬一血 就完了 对吧 卑弥呼那回合是 又打顺手 又打万箭 赤陶给主攻抬一血 这就过了 就赤陶给主攻抬一血 就可以了 不要动 万箭跟顺手都留着 直到你确准了 自己可以收反的那一刻 再动手 就可以了 事实上 主攻能够收到反 全是因为卑弥呼 早打了一个万箭 所以说这就是没有把握好节奏呀 好 这边终于轮到我们家孙策上场了 差点把这个人给忘了 差点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号人物 定被魂 我们主攻毫不畏惧 毫不畏惧 看上去像这两个反 继续掉鞋啊 毫不畏惧 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跟你们说 这帮人一定是反 看起来就像反 看起来就像反 一点都不像什么装身份的钟 不存在的 这边左词又有新的那个 这又是新的那个 bug啊 这直接显示四些所词 不存在这种东西 老板 好了 身份已经可以标起了 这边是一个内奸孙上下 肯定的 啊 啊 再见 哇 这么狠 还好有闪 大方的毫无价值啊 这左词挂补义的 手牌还溢出的 肯定打不死 这大浪费了 为什么要把刀扔了呢 啊 我觉得 我觉得左词一定跟孙上香这样换啊 他不会换你举兽的 你想多了啊 你不要自作多情 真是自作多情 换质鱼了 看来他对自己能活下去这件事情 并不是很自信 因为他换质鱼是等着孙上香睡的 哦 有了个桃 哇 好凶 真的太凶了 这只罢了也毫无意义 主攻是不要想觉醒了 孙上香内奸不可能给你觉醒 孙上香这回合 基本上是把虚宝牌打光了 也算是给足了左词面子了 哎呀这个勒没中 我的天哪 勒没中也就算了 还掏把刀九杀 要不要这样过分 左词一词形式急转直下呀 最麻烦的是曹王跟举兽会合了 这是最后一个勒 他好我也好 孙下被奶到四血了已经 已经被奶到四血了 现在反贼知道啊 就去进攻孙上香就可以了 不用管其他人了 而且反贼在摸牌弃牌的时候 是可以给蔡夫人摸牌的 所以说反贼就算没有摸到好牌也不亏 随着回合数不断的增加 反正阴灭会越来越大 两个陶漏过去了 但是也没办法 灌石斧这种东西 该拿总归是要拿的 这边就不该给孙上香开无中生有了 神庄孙上香给开无中生有 区区一个火攻去打无邪可击 这思路就有问题 有些人的无中生有无关紧要 有些人的无中生有 一个无中生有就要你的命 这小猴盾 你对力量一无所知 一个无中生有引发的血案 又拆了一个 不过联赌只有两把 应该不会有更多的了 孙侧的状态非常的好 九红杀 灌他 人王盾也不要了 就是这样 这白银狮子就装他干什么 要我说白银狮子也不装 当然你说白银狮子不装 被闪电劈了怎么办 劈了就劈了呗 这个局闪电劈在你孙侧头上 你以为这游戏还能赢啊 我说这局游戏要想赢 要么闪电劈死个反 要么就闪电一直不劈 陆续每会合发牌 陆续每会合发牌 又能连赢 又能谦逊的 那排差能拉回来 那的确是可以打 这闪电劈身子头上肯定输 拆不满了 这个乐 这个冠师傅不能给啊 这冠师傅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啊 虽然还被压成一血了 这乐要是不过的话也差不多了 还有神加一 哦大铁锁 弟兄们我们的机会来了 啊 这 最烧的是蔡夫人还能摸一张牌 这个就不要去杀蔡夫人了 杀曹昂了 你就不要多 不要东打一下西打一下呀 不要东打一下西打一下 哎哟 还给他还给他搞了个藤甲出来 我感觉要在这个藤甲上做点文章 虽然这个藤甲躲过了一时 但是躲不过一世啊 对不对 带我身侧摸个火纱 还不要你们的老命 哇陆续好厉害 哎这个万箭齐发坑爹了 就为了打陆逊一血 开这么个万箭齐发 你想得出来的 好了反对开始自己作死了 没打中就没打中 算了 讲道理决斗都可以不打的 这个决斗打了本来就很坑爹 陆逊再不计也是一血卖两牌 计一点的话就直接给你 屎都给你打出来 为了打陆逊一血 额外打了反这两血 啊 你难道不觉得是中了技能吗 对不对 强悉了解一下 更不要说我们主视角还有陶 陆军自己也有陶 强悉了解一下 哎呀锁给解了 不过虽然锁给解了 但是我们机会还是大大的啊 因为反对现在状态奇差无比 大军横扫之处 哦又直把一个9 乐不思蜀 漂亮啊漂亮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啊 上天了上天了 哎 怎么又杀蔡夫人去了 还好这局人王盾已经没了 哇 这还能活啊 啊这还能活啊 连弩还在啊 这里打的不对啊 打的不对啊 这明显 这明显是不可能去打蔡夫人的 怎么可能打蔡夫人 既然是四人锁 啊 既然是一个四人锁 你想想看他这个简易是够不到夏侯敦的呀 这不是正数反数都够不到夏侯敦吧 对不对 所以就应该久杀夏侯敦 另外我多说一句 如果你希望反贼的逃 不要先求在夏侯敦身上 就你说他他不杀夏侯敦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因为先杀谁牵涉到陶求在哪里 如果先杀夏侯敦反对陶都求在夏侯敦身上 这两次刚烈的确也挺难受的 最好是先求在别的反对身上 然后没陶就夏侯敦 那也不应该杀蔡夫人的 那应该杀曹昂本身 那应该杀曹昂本身 为什么呢 因为曹昂已经给他示范过了 前面你红杀蔡夫人是不是被曹昂抗开一个藤甲 那前面 你雷杀蔡夫人曹昂如果慷慨一个人王盾呢 虽然说我记得人王盾已经在气牌堆里了 我记得是我记得你记得吗 对吧 你记得人王盾在气牌堆里吗 你要是不记得人王盾在气牌里 你就老老实实杀曹昂 如果这道九雷杀给杀在神王盾身上 那才是华天下之大吉啊 狮子也没了 这是个巧合 狮子人王盾这两件神器都没了 所以没有人能救得了这个蔡夫人 但如果你不记得呢 你不记得你是不是该老老实一点 好看是挺好看的 但是可惜主视角最后让我挺失望的 有中会主啊 现在比较少有人用了 这把陆神将功不可没 就很多反贼在优势的时候 他就会上头你知道吧 被一个陆寻打的砸脚了 万箭齐发都打得出来的 没有那万箭齐发 以反贼的讨量 你会发现反贼的讨量多的让你难以想象 没有蔡夫人那个万箭齐发 反贼是不会死人的 这边二号位借周瑜啊 非常像反的一个人物 这个我觉得差不多就得了 打那么空干什么 这个打的太空了 对于中会来说每一张手牌都是可以 在拳击的过程中制衡的 所以说手牌的数量也是需要的 如果手牌被人搞光了 你拳击的时候出现的陶 九无中生有 顺手欠阳距离什么的都得扔 就很可惜 所以说手牌应该留一下 能留几张留几张 不要这么着急的去酒杀 人家二号为周瑜起手刷个闪也是很正常的 乱鸡 挂了个乱鸡但是开了个五谷 估计是个无能之辈 估计是个无能之辈 啊 弃牌了 这是真反 这个也是反 这个是最远位的马超 挂了刀都够不到主 哇 好强 哎哟 哎呀 糟了 这个吕萌 几张方块 啊 才一张啊 还好 还好只有一张方块 要方块多的话就直接原地爆炸了 像佐茨这种打法就很不可取 他暴露了自己的两个化身 却一个化身的用处都没有 这一刀打的 不好说 有点像忠诚和太后 因为他去顺马云路 然后跑过来杀忠惠 忠惠这一刀是直接觉醒的 敌军自乱 同归于尽吧 我们看看吕萌弃了什么 杀过河拆桥杀伞 于尽气的是杀火弓雷沙沙 这 但何太后也没有去读这个于尽 这于尽都没牌了 吕萌弃的托管了 那那个反贼到底是谁呢 但于尽去弃 吕萌弄的总会是于尽反了 难道是周于忠啊 拆了个寒冰 齐驱曹北刀杀人 巨灾音不血热 还真是 还真是周于忠 但是何太后堵死了吕萌 这吕萌好惨啊 还敢读佐姿啊 哎呦 冠石斧 这周于脱管了 哎呀 这周于现在反应过来了 真的是何太后忠 这佐姿好坏好坏的 反离剑 因为周于前面丢杀了 知道周于有杀 故意让周于额外出张杀 啊 这就是回后外托管的下场 那这个于尽挺搞笑的啊 那那其实 我觉得有点像 吕萌临死之前 阴魂不散拿自己的四张牌 拆了于尽的四张牌 就是 我觉得不是 不是于尽拆了吕萌 是吕萌拆了于尽 阴魂不散了解一下 要毒死这个于尽 哎呀糟糕 完了 断杀之犬 他前面把杀都丢光了 亲眼看到他把杀丢光 这个派罪了 三张杀 尽管周于被骗掉了一张杀 但人家杀还是很多 不得不佩服啊 这么多杀 这个马超每回合都吃一个反接 就没弃过牌 哦 拆刀的 那是断杀了 这也不能怪人家马云露打错 因为如果中会有闪 马云露没有砍到中会 何太后动一下直接堵死于尽 反对就崩了 不知道守牌的情况下 是应该打死何太后的 哦 原来是你小子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我以为只有 那贼没鼠眼的吕蒙会叛变 没想到你个浓眉大爷的余静也叛变了 哇 太强了 太强了 唉 这马超提起裤子最后一搏 活不尽了 没想到最后立下大功的是这个周瑜 哎 别这样 别这样 你这个排泄是什么鬼啊 啊 你最后还发动了一下排泄 在周瑜头上拉了一坨屎 好吧 三国沙崩溃了 今天三国沙崩溃的特别快 估计是太炫酷了 那没事 我们一边重启一边分析这一局 其实余静最后拆中会那两张吧 也不好说 因为马云露也是判断中会有闪 余静也是为了去拆闪 我只能说余静的技能实在是太扯了 就是余静这个人的技能啊 他做的太烂 对吧 你想看 我余静拆你两张手牌 是不是有点像把你的防御牌拆光 然后给你发动一次傲财 对不对 像不像 就对于中会来说 是不是被拆掉了两张手牌以后 就发动一次傲财啊 那你们说傲财成功的概率高不高呢 我以前分析过的啊 傲财成功的概率 就是摸两张牌摸到闪淘酒的概率 百分之多少呢 百分之五十不到一点点 百分之四十四超过啊 百分之四十四点八啊 这个是计算过的 计算过的 所以说余静拆了中会两张以后 中会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概率 会摸到牌活下来 那你知不知道中会原来的手牌是什么呢 中会是回合内动过以后过的 那有闪的概率也是很高啊 所以我觉得他拆这一下吧 也没有多坑爹 实在是太巧合了 至少至少马云露也是这么想的 马云露没有杀中会 他杀的是那个 可待后嘛对不对 但你能说马云露错了吗 肯定不能说马云露错了 马云露要是杀中会被闪掉 可待后一动把余静堵死 反对就输了 有心 顺手牵阳 这边是郭图 今天其实没有见过郭图 但是之前有过一个佐词 他化身了郭图 这就非常爆笑了 雷鸣 改天换日 废话收束 放马过来吧 哇杖八 好凶 这太傻了 我觉得主视角也傻 主视角把这个闪轻易出掉了 完全可以是非许主把杖八拆掉 这杖八的威胁很大呀 许主不喝这个酒 主视角 我觉得既然许主喝了这个酒 就应该是非他 不然的话这个闪不是白出了 不觉得吗 犯贼犯贼 张角穿了个藤甲 没有开套原给张角回血 而是选择挪了个嘉义 其实嘉义没啥用 应该是中会内吧 其实这三个人都可以做内 卫颜内现在也很 也很多见的 你看没闪了吧 是不是很危险 前面轻易把闪用掉 不是什么好事啊 但是许主太业余了 好吧 主视角是吃 主视角是吃定这个许主了 我算是看出来 主视角吃定这个许主了 就非要把这许主的杖八留着啊 这不至于吧这个中会 这内的也太明显了 要不要这样 关键是这八卦阵也会判的 判什么呀 作为中会内有机会 拳击真的是笑死了 笑不动了呀 现在挺麻烦的 这个许主 这么多牌 主视角现在没有时间处理这个许主了 他要想留住这手牌 必须拆顺赵云打中才可以 所以许主这把刀 现在就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当然我估计他可能去打卫颜去了 哇 哇 给他打废了我的天 虎爷啊 好吧 大家各取所需 这南蛮厉害 右盼 这张角还真的会去杀中会啊 挪闪电 但是他挪错了 怎么挪赵云的闪电啊 当然是挪张角的闪电 赵云的闪电马上就要炸了 张角闪电还要过大半圈呢 挪错了 这挪的 降池 雅桃正好救 反正这桃不救也要扔的啊 我们主视角很响得开 啊 左次运气不错又摸了个桃 啊 这次真的要扔了 完了 这次要真的要被暴举了 这 过来打一架 对 就是你 是我的话 我一定砍主攻 我一定砍主攻 在我眼里 赵云这个过河拆桥拆魏延 简直是在 简直是在误导这个徐楚 你想徐楚前面杀主攻主攻 直接砍成一血给砍废了 没有逃了 全场没有逃了 左次不可能有逃了 魏延也不可能有逃了 中会手里 我估计也没有 因为场上桃子出的差不多了 这种情况下 主攻只要被砍住一下就死了 你说这个魏延活着跟死了有啥区别 对不对 就 就 魏延可以替主攻挡了这一刀 我觉得魏延这辈子值了 真的值了 这中会打了方天三杀 强杀 强杀这个张角 想的有点多 我觉得张角应该批左词 把左词批死了 应该去批左词的 这边左词是翻了这个 张合啊 让闪电停住了 你看徐楚如果前面砍了主攻 这中会还敢这么嚣张的打方天三杀吗 肯定不敢 行伤 哎红杀 我以为他要杀赵云 还是去杀这个张合了 也对啊赵云不是那么容易杀的 这个不留闪啊 不留闪不合适吧 呃 啊 中会中这么玩啊 中会中本身倒是无所谓 可是这玩的也太吃 太刺了 这被赵云竟然会丢杀 这赵云竟然会丢杀 赵云杀一刀 赵云前面有两张手牌的 他杀这个主攻主攻是不能是非的 然后徐楚这边 再裸一杀一刀 主攻已经死了 就位主攻现在是三血 徐楚还不如堵一下 杀中会杀死算了 也没杀死 最扯的是主攻怎么会留闪 怎么会不留闪呢 再怎么样 这回也要留闪了吧 不留 这边给徐楚拿了一个决斗 这肯定是赵云搞不懂主攻的技能 看到前面一直被是非 以为是非是什么情况下都能发动呢 这边徐楚还不敢用决斗去决斗中会 有什么不敢的 这个肯定决斗中会了呀 如果被反拍了就被反拍了 这还不打死中会等死吗 陶被拆了 你看 运气来了 挡也挡不住 这边徐楚的牌全部是名牌 所以说我们都不需要 都不需要打九杀了啊 主攻 主攻记名牌这点我还是挺满意的 最后手上卡了个决斗 永远用不出去死掉了 这把魏延最大的价值就是 替主攻挡了固定刀那一下 那刀三血 只要主攻当时被砍了三血 我敢保证后面 赵云也好 那个徐楚也好 哪怕再傻再傻 该打主攻的时候一定会打的 主攻从头到尾打的还可以 但是他有一手打错了 就是他留了一张杀没有留伞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当时 赵云杀了主攻 徐楚跟上主攻死了 这么久以来就白打了 胜负都在一念之间 徐楚一直错 从头错到尾 到最后 他连一点点薄命的勇气都没有 如果他当时敢于薄命 决斗中会 如果中会被决斗死了 三打一 总归还有点机会 中会要是没死 就他们反的那种状态 还有一个觉醒中会 觉醒中会加上那个 急攻的主攻 每回合八张牌啊 他们三个人加起来 每回合只有七张牌 我算上徐楚裸一回回英姿 也只有七张牌 你说怎么打 对不对 下一局 看了那么久的录像 只有一个主攻出现了两次 那就是孙策 这边我们主视角是等着觉醒的啊 那边有一个贾许 魏贾许 每次看到魏贾许 这个六血觉醒声测 或是保留节目 还敢红杀声测 辨量寸断五谷封灯都没有贴 那看来是真反 好 看看细致才身份 诶 这贾许打得非常好 打得非常好 给了主攻一张牌 然后关键是细致才这种水平的人 他只会拿大牌去拼 主攻是拿了个小点拼 觉醒了 这贾许很会玩啊 等级那么低就有这种意识 很不错哦 曹杰装的真相 应该是曹杰那吧 曹杰钟的话也太弱了 哎呀 桃子被人拆了 这边四反都在这儿了 大家注意到没有 贾许派无蟹可击的时候 明明场上有曹仁的装备 却没有第二段无蟹毒条的 为什么 因为贾许的锦囊是不能被无蟹的 就贾许的第二个技能很多人都忘了 都忘记有这货东西了 我觉得主视角打的不对啊 说什么也不是杀细致财的时候啊 这同时有中瑶跟蔡文基 刘表满手牌 你也敢去杀细致财 啊 你怕不是活在梦里 你真的要杀细致财 你起码先把中瑶的手牌给我扒光吧 对不对 你要么扒中瑶 把中瑶手牌扒光 中瑶手牌都不扒 你就敢直接杀细致财了 你不把中瑶放在眼里 也不把刘表放在眼里 还不把蔡文基放在眼里 你看刘表那还有陶呢 这么下去不行啊 要打也是先从中瑶打起 而且要趁着没牌的时候打 你比如说这局曹杰 因为对面有细致财 刘表这种东西 所以说曹杰还挺有反馈 但曹杰做孙策的中 是非常坑爹的 因为孙策很难手牌上线 就手牌比那个体力低 这几乎不可能啊 这怎么可能 这边贾许的那个大招迟迟放不出来 而且反贼也不会再去碰贾许了 反贼不可能再打贾许了 越打问题越多 打了半天反贼还是满血的 不过反贼的牌渐渐变少了 体力不支了 哇又一个九杀 太疯了 不是这么玩的 这样子打主攻真的早晚要被弄死啊 这样打下去主攻早晚给弄死了 诶 这个木马为什么不传啊 听不过了无限 曹人尽力了 这是什么鬼 真不把曹杰的技能当技能了 哦 贾许终于有机会卖血了 终于是无险觉醒深测了 厉害了厉害了 这肯定不敢杀 这也就盯一下 也就盯一下 这张决斗还是只能续着 你说这一来二去打了那么久 如果最好是由贾许去打死财文基 贾许现在已经几乎是一个废人了 又被翻了 难受啊 这么看来感觉还是曹人向内 曹杰应该是中了 内奸是不可能把自己绑进去的 但主攻现在也是摇摇欲坠啊 大风阳西石白昼 不敢打 不敢打这个戏 翻面了 变回无血白板了 啊 我觉得至少把决斗先打了吧 先决斗可以先激昂的 这激昂都浪费掉了 墨镜 墨镜 最终 这也太夸张了 就变回无血白板了 还不是个四血白板 无血白板是最骚的 主视角打的其实不怎么定 真的不咋地 而且主视角 而且谁最开始打西子才的 主视角最开始打的 是主视角掀起的头 啊 都是他的错 这边全场都在打打曹仁 因为说实话 主攻要论单挑的话呢 主攻打曹杰也打得过 你不要小看无血白 无血白那也是无血白啊 对吧 最白的是 这疯了吧这个 谁告诉你曹仁一定死的 他要是没死呢 他还是没死呢 再怎么样三打一还是打得过的呀 不要这么浪啊 太疯了 打到最后打得有点疯 你说他强开南曼入侵吃菜 一波收光反贼 其实可以这么打 毕竟打完之后是主中内了 打进主中内了 可以接受 但是再怎么样决斗也要先打的吧 而且其实就我来说 就刚才那把牌 你先把决斗打了 你已经可以点破一个反贼了 打完之后你再出个杀什么的 我估计都不用开南曼反贼 就得撕两个 你不开南曼反贼 那撕两个 你还开什么南曼 对不对 而你一无血觉醒孙策 内奸到时候就是跳出来也不怕 最烧的是这个孙策到最后是一个无血白 体力上线也没掉 仿佛什么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般 这把呢挺为这个曹人所惋惜的 如果如果曹人运气再好一点 可能真的曹人就赢了 比如主公断个杀 说不定就赢了 哇 神曹操主公 好 我们主持交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春华 边上有一个黄盖 来来来 这黄盖有什么好杀的 我是神曹操我绝对不会碰这个黄盖的 黄盖你尽管打我 你最好 骑上白龙捡一马 手跨腾云诸葛弩 一刀一刀地砍死我 你尽管来砍死我 这边选个孙上香做神曹操的钟 黄盖是反 那既然已经死了一个反了 我们就开始盲佐词吧 这边还有个还有个什么 这是神诸葛吧 真的是神诸葛 大悟啊就大悟了他一个 哇这一个无骨不能开个无中生友 我跟你说啊 刘表现在我不太用了 当年刘表我用的比较多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过 无中生友 在刘表的手里是要续报的 你开完无中以后弃牌 你还开什么无中啊 你留着无中生友 是不是相当于下回合 你有出牌阶段的情况下摸四张 对不对 所以不懂得续报无中生友 就连一个合格的刘表都不是 哇凶啊 真凶 不过这边尸上香比较弱 在神草草反复 臭牌之下尸上香连装备都没有 决斗 太傻了吧未进啊 哎这能更傻一点吗 这南马如今不掀开 有佐词的 一记佐词南马如今不掀开 去杀一个死人 现在浪费了一张杀 本来可以出杀的 杀没得出了 哦挂脸弩厉害 捅谁啊 啊捅佐词吗 气光了 所以说神草草主攻也不过如此 看我们春哥怎么打 先帮点小忙啊 这边不留闪给孙上香啊 孙上香气得脱管了 这不留闪给孙上香想干什么 一张明杀 顺了杀掉 这不留闪给孙上香想干什么 想让孙上香去死吗 这个局接下来 接下来 神草草刷佐词 这个局神草草每回合杀佐词 佐词遗迹孙上香 孙上香睡佐词 这样子形成一个三人循环 神诸葛越来越弱 张忠华卡闪了以后 变成个废物 就剩个刘表有用的 对吧 就剩一个刘表是有用的 那他也要两回合动一次了 你这孙上香死了以后吗 这个局就要被内奸所掌控了 真的是盛世了 都不知道怎么赢啊 好 心夫大坏孙上香死了 孙上香一死 没有人乃佐词了 死而复生 生生命 神草草也变得非常的弱了 现在神草草 贵心一次只有四张牌可以拿了 而且肯定没什么好牌可以拿 强行贵心 想抢连动也没抢到 俗人 安得其法 南蛮入侵开一个 爽 我们主视角非常的刚啊 觉得可以是时候把闪给扔掉了 就你还想用技 我感觉主视角打得不错啊 颇有我用春歌时候的风范 希望他后面不要让我失望 看一堆装备弃掉 没什么用啊 好 开始料理神诸葛了啊 因为佐词 佐词跟神草草已经是两个废人了 后期的话刘表会比较难 好 大 狂蜂 大物不舍得放 狂蜂倒舍得放的啊 还是 这狂蜂完全没有用嘛 让你不放大物啊 大物不放放狂蜂 不过在我们春歌面前 大物也没用 春歌舍不得连挪 其实也不是舍不得连挪 就这个连挪就像一个互拆镜 随时有可能被人拿走 拿走之后我们再换 杖八也来得及 因为现在换了杖八 等一下需要 需要那个 杖八的时候 杖八就反过来会被人拿走 我觉得这个思路非常的好 对吧 连挪不要了就不要了 我们还有杖八在身上 漂亮 十个陶 两无蟹 这个挺 挺怕两无蟹被砍的 但是 最后的大巫 但是反正还是 不太愿意再惹春歌了 但我们当然不能让神草刀中这个乐 神草刀中这个乐 是有可能会死的 因为他再中这个乐 被那个刘表跟神珠格 一人一刀可能给砍死了 算了 他不出杀也是扔 让他出吧 绝望 这桃要留的 不留这个桃 神草刀真的要被砍死的 哇 开了个无中 幸好我们春歌留了桃 这个桃被神草刀拿了 也不是坏事 省得卡我们手牌 这边这个大巫 这边这个大巫 决斗杖八春歌 啊 决斗杖八春歌 神草刀来了 天命 无来无去 终究是在他的那边 要不得 哎 这里我不太同意主视角的打法 这里应该 出杖八了 你不出杖八 你这张无懈可击就一定卡手 那你说 你你说我留一张无懈可击干什么 如果这个是人王盾或者藤甲 能够防住大部分的杀 人王盾能防住所有的黑杀 对吧 藤甲能防住所有的那个非属性杀 这个我觉得 人王盾或者藤甲的情况下 流无懈可击我还能接受 这个我不能接受 因为百分之五十的概率被捅穿 你春歌离胜利只有一步之一 你去读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啊 怎么说都得弄张闪出来吧 没闪 危险 我的天 还好 还好这活断杀了 好像这个怪师傅是刚才翻面的时候 从诸葛亮那边拿过来的吧 死死的抱着这个无懈不放啊 这里瑕疵挺大的我觉得 你看 最终你会发现没有用 哎 矫枉过阵了 真的矫枉过阵了 桃子在你心中就这么不值钱吗 我告诉你啊 春歌两血就能吊打神操操了 一血反而有那么一点点翻车的可能 在我眼中维持两血就能吊打神操操了 神操操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武将 又不是孙权 孙权你可能真的只能扔桃留一桃跟他打对抱 逼着他跟你打对抱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又要死了 对不对 本来主视角玩的很好的 但是呢在最后的最后 没有理解这个游戏的本质 这个游戏的本质就是 你到底要不要搏命来打 看对方的水平 看对方的武将呢 神操操这种被你吊起来打的人 就神操操在你面前不就是个白板吗 你打一个白板 你还要什么流桃不吃的 你只要别吃满就行了 我跟你说 两桃全吃掉变成满血那是不行的 因为神操操好歹他有一个飞影 他有飞影再加木马 这种情况下你把桃一吃满 人家一切战术转木马你就瞎了 对吧 但神操操 但你不把桃吃满 不把桃吃满的情况下 你反正有一个 反正不会被神操操偷掉 他又没有办法完全封住你的技能 光这样就够了 就够打败他了 知道吧 不需要赌的 好 那么最终这局是还是 但是不得不说 打得非常好 除了进单挑以后 思路有点犯魂 不该流无懈可击 流无懈可击 该吃桃的扔桃 这里稍微有点魂 就是太浪了 浪的有点 这种局如果最后 因为八卦判个黑输掉了 你说这是你运气差 还是你打的差 当然是你打的差了 不是你运气差 哪有什么运气 你自己逃扔掉了 上天把桃都送给你了 你都不要 你八卦判个黑死掉了 你说你运气差 这是你打的差 前面打得很好 我觉得已经有我 用张正华六七成的功力了 非常不错 我们看下一局 但绝对不能吃满啊 我跟你说你吃一个 保命没问题 你绝对不能 你吃满了你就完了 神操操有飞影的 一定不能吃满 不吃满的情况下 维持着一格伤势 用排插拉死神操操足够了 绰绰有余 这边是流七主 神单满 哎呀好诱惑啊 还是忍住了没开啊 开了的话大招就没有了 第一圈的情况下 大招还是很重要的 我感觉这个马超不相反 是盲错了吧 盲错了吧 这位神赵云竟然会出闪 是九杀对吧 也不是九杀呀 马良打到的是九杀 神赵云竟然出闪了 没看到 马超已经脱管了 估计是个内奸或者忠诚 这边被盲错了以后 跳了个不明不白的身份 但是因为没有杀主攻 所以说反的一定会打他的 估计是凉了 这个直接连弩被溃走了 我这连弩也没用啊 这边这个朱智打的好业余啊 不先砍死马超再给佐茨发动技能 先砍死马超再给佐茨发动技能 佐茨回一血他多摸一排 结果他就简直就放了个空的 就拿了个木马 朱智这个武将其实很考验一个人的那个水平的 最低限度的水平 朱智的技能看似简单 又来了 我已经不记得原来有什么牌了 南蛮入侵 我就记得大明湖畔的南蛮入侵 这赵云前面不掉血 看不懂呀 为什么不掉血 哎呦这牌扔的 这主视角气坏了啊 这主视角绝对是气坏了 有顺手不留留了个过差 这沈赵云不掉血 前面如果掉了血不就可以放刘七出来了 这只要放刘七出来 左字回回挂个鬼才吗 他死了呀 对不对 这这这不得不说要怪神赵云啊 现在掉血有点晚了 声东击西 敌寇 马良 马良啊 这个乐不怕 哎呀吃顺手了 这珠子是傻逼吧 刚才还有一个装备 这是连装备都没有放了个空安国 哎华佗手牌最少你看不到的 啊 不是我见过玩的差的珠子 没见过玩的这么差的珠子 空安国都放得出来的 菜的菜的珠智多了 不知道不知道先出牌在安国 或者先先动一下在安国 就珠智这个安国他不是出牌阶段开始时 他是出牌阶段任一个时机 所以你可以通过出牌出到一定阶段以后 再安国再出牌 来把安国的这个技能最大化 这就是珠智的难点 之前我有一局那个玩了一局那个珠智忠诚 被人奉为经典 因为每次我都能够再把牌出到最佳状态的时候 发出一个安国 保证安国的三收益都在 但是打的菜的珠智多 菜成这个样子的珠智 真的是非常少见的 这边这个佐词的证据用的还可以 前面反正流气中乐了 我就破坏你手牌 这次的话呢 我知道你赵云手里留的是关键牌 我把你牌拆掉 自己的牌弃掉 就cosplay一下甘宁嘛 相当于做了一个甘宁对不对 现在很危险 死一个人就输了 死了一个人就输了 这里话头打的不对 主持家打的也不对 华佗就给个刀好了 陶肯定是比刀要值钱的多的呀 对不对 你的刀是陶 不是你的刀是陶 刀刘七这就不是陶了呀 给他个刀或者给个简易又能怎么样呢 对吧 给陶干什么 然后主持家就打个过拆 你说拆的是个木马吧 我问你现在拆跟将来拆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现在拆 就两张牌 将来拆有可能拆出四五张牌来 对不对 因为有赵云在 所以说无懈可击 基本上是会控制在我们的手里的 所以说这个拆不急着打 如果没有桃可以吃 这个拆要丢 那拆也就拆了 既然不用丢 为什么不趁现在赶紧发动你的囤僵呢 这可是四牌打囤僵啊 你看无懈可击肯定是我们多呀 这边马良跟神兆云形成了一个很默契的配合 让人烫为观止 就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 他对手牌的数量要求比质量要求高那么多的 神兆云就是代表人物 神兆云对手牌的质量要求几乎没有 他就是要求数量 这使得马良无论给他补什么样的牌 都有非常大的用处 不过话说回来 这神兆云选的势力是挺坑的 选了个群势力 这不是坑主攻的吗 怎么也该选一个非群势力啊 竟然选了一个群势力做中 你们不说我都没发现 真是可恶 这个还杀什么佐茨啊 哎 画头的红装备 你了解过没有啊 这个只能杀朱智的呀 越是这种时候细节越是重要 佐茨的画身已经不是太差了 你给你给他刷个玄优出来 你还玩个玩个毛子啊 好刷出洛神了 你看洛神一出 你就额外用掉了一张草花牌 对不对 没有杀 没有杀 这次要那个省一省了啊 出了一无限一桃 你看屯江多么厉害 四张派克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曹仁翻面也不过就四张 一张红桃一张草花 再来一张草花 哎呦太强了 真的强 马良 马良神兆鱼 没话说 真的没话说 我靠 这个桃园也太致命了吧 这桃园好致命啊 这桃园的致命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这个赵云废了 赵云一旦被抬到良血 反正只要往死里揍马良就可以了 这怎么办 我本来以为这一局主宗要迎来那个春天了啊 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还能有桃园结义这种东西 吴谢赵云的话只能赵云自己来吴谢 赵云自己不吴谢自己 你就没有办法去吴谢他 因为赵云自己吴谢自己也很危险 就你去吴谢可击赵云这件事情本身就挺蠢的 只有赵云可以决定 赵云如果决定吴谢自己那就吴谢 你赵云不决定这么做的话 你这样打有可能害死赵云的 你知道吧 所以主视角是没有办法吴谢赵云的 找到了一个杀 这边应该先九杀 这边应该先九杀 你看 九杀打死以后出了个差 这个是不是应该拆兵 佐姿打了顺手以后 打了吴谢可击以后 吴谢兵兵贴王姬 是不是就能翻了 现在拆兵的话呢 王姬没有吃这个兵 还是危险啊 因为拆兵顺兵这件事情是跟 击杀朱志没有任何关系的 排序上就应该把拆兵顺兵留在最后想 先收朱志收三张牌看看是什么 排序这个东西 三国杀的排序不练上十年 是练不出来的 练不出来的 十年 十年才能有我这个水平的九成 剩下一成是看天赋的 没有天赋的话 你玩二十年也就最多练到我的九成了 你再努力 没有天赋也不行 这马亮好像要扛不住了 前面那个桃圆结义打击太大了 没有那个桃圆结义反对平均少 一血反对平均少一血难道不是已经死了吗 死光了 我的天哪 这佐茨而且还出那个关心了 前面乱杀佐茨刷出事情来了 诶呦决斗 还望先生救我 不对吧 这里应该先干掉王姬啊 这个打的不对啊 这个是不能 注意了 这个是不能 这个决斗是不能响应的 决斗不能响应的 所以说把画头手牌拆了之后决斗王姬 当然了如果佐茨是个桃 那你是没有办法 佐茨是个桃那自然是两个都打不死 但能打死王姬肯定打死王姬 王姬的能力要强的多了 画头他不能倾囊的 不能倾囊的情况下 他只要被压成一血 你每回个套他一张他就死了 拆了个藤甲上来 丢了个万剑 我不知道他手上剩下的一段是什么 黑白 不过他是不能留万剑 他留万剑就死光了 这边问剑真是强 一刀一个小朋友 只要不再有桃园结义这种东西 给他挂了个刀很快 前面画头简易也没拆 还是靠左姿拆的 不过主持角运气特别好 每回合都能摸到一张关键牌 好了 接下来就是吊打画头的时间了 这个不需要囤僵了 单问剑吊打画头 单问即可吊打画头 不需要囤僵这种东西 最终主持角依靠刘琪超强的个人能力 赢下来这一局 应该说中期没能保住马良跟沈赵云呢 有多多种原因吧 在我看来刘琪少囤僵了一次 赵云在完全杀不死人的情况下 放着空城的诸志不打 非要打左慈 给左慈多刷了两个画神 最惨的就是马良了 马良已经做到他能做的一切了 另外的话中间那个桃园结义是大大打了 组中的节奏 使得本来已经见到胜利曙光的一局 又再一次跌入了地狱 其实我们会发现 总的来说反对打的还是比较差的 朱志从头到尾 我就没见他安国队过一次 画头每次拆也都拆的不对 刘琪的距离不去拆的 左慈呢 左慈反正他画神就这么一点 左慈跟王继两个人可能还算正常吧 那也是因为看不出来他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用 下一句 这边有观众提到说 朱志可以通过安国那个赵云去封掉赵云的技能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安国赵云代价也不小 赵云是没有装备的 安国赵云是要送装备的 陛下 我觉得不需要搞那些 花里护哨的东西 就正常点打 他只要每回和安国自己人 装备牌跟血都给到了 就可以了 这边神奇的孙子流放主 这大概是百坑讲坛出场率最低的武将了 直接基于自己放天三杀啊 帅的一逼 小叶炎放个大 哎 这里我说一句啊 这周瑜打的实在是太烂了 真的这周瑜打的太烂 你注意到周瑜的手牌了吗 铁锁连环杀杖八 你就不会铁锁连环杀一刀孙子流放 然后然后再放大吗 就他不是他不是要针对黄盖吗 对吧他他啪啪啪 最骚的是主攻方天九三杀哪两个 他就跟着一起打哪两个 这也就不算了 铁锁连环黄盖跟孙子流放 然后放大 放完大以后黄盖是被 这个大收掉的 如果黄盖是个反他还能收牌 就算黄盖是个忠没收到牌 他还有个杀可以杀孙子流放 孙子流放还额外掉一些 额外掉一些不说他这条命还保住了 你要说这条命不值钱 值不值钱我不知道 但肯定是这么打的 还打死个黄盖 那根据我的根据我说的打法 铁锁连环黄盖跟主视角 放个小大 对吧 放个小大啪啪啪 这边孙子流放掉成两血 再杀一刀孙子流放 黄盖还不用死 对黄盖死是死不了 因为黄盖是铁锁连环的源头 所以还是只掉一血的死是死不了 但是黄盖死的太惨了 这我是搞不懂神咒鱼凭什么跟着主攻去忙 自己这条命死的也不值钱 你好歹打主攻两血呢 就打了主攻一血 最后靠放大去打掉主攻一血 特别亏 因为靠放大打掉主攻这第三血 感觉完全不赚啊 像是帮主攻开了一个 那个青银一般 你们不觉得吗 现在神奇了鲁肃是个反 鲁肃是个中 但是这个中他没有替勒布斯鼠 这勒布斯鼠他不敢忙勒吗 因为反贼数量少了 我觉得完全可以勒呀 我也是个托管内啊 这边国家不给牌是可以直接勒 鲁鱼 又是黑桃啊 这次不敢鲁鱼自己了 直接归早吗 这边打的不对 你们知道正确打法是什么吗 正确打法是基于曹人 我告诉你们啊 这就考验一个人真真正正对武将的理解了 孙子流放这个武将虽然很少见很少见 我从来没有用过 但是我也知道他该怎么用 这时候要基于曹人的 是的你没听错 基于曹人 基于曹人 曹人弃个黑桃 让孙子流放翻面过来 放逐了解一下 就让曹人cosplay一下这个 草坯 曹人这么多血 这么多牌 他会拿不出黑桃拿不出血吗 你想看你一个孙子流放 被翻面了 闪都没有 就是搞成这个样子 你人家不能一人一到四个回合 你不死定了 也就这帮我跟你说 能活下来也就这帮人全部断杀 对不对 也就也就 也就这帮人全断杀 不断杀呢 所以说这个 这个回合尤其重要 多一个回合少一个回合 有可能就是生命线了 结果这帮人 四个回合一张啥 八张牌一张啥 这才保住了这条狗命啊 你想看曹人一血换你一个回合 多么的赚啊 主视角你别看这孙子流放 起手用的很溜 都知道 都知道基于自己 你能想到基于自己 为什么想不到基于忠诚的呢 一样的 你能想到基于自己 为什么想不到基于忠诚 说到底就是 你玩的花 不是因为你真的会玩 而是因为你想玩的花 不是你有多聪明 而是你想玩的花里胡哨 真的需要发挥你智慧的时候呢 你的智慧下线了 不是我 不是我故意要在这边彰显自己 实在是因为差距太大 我不经意的几句话 就已经把主视角给完爆了 这个真的没办法 两次没有基于 基于曹仁 而且曹仁是满血满手牌 神装的曹仁 应该说 这局反贼肯定是吃不消这个 基于啊 这这这种基于这拉牌刹拉的 反贼根本吃不消 但是前面 这个孙子流放没有装备 没有手牌的时候 这这反贼的四个回合 只要一人一刀 孙子流放必死 不可能活 好终于最终是轻松的获胜了 所以说孙子流放 你知道基于自己 把自己翻回来 你为什么想不到基于曹仁把自己翻回来 对不对 哎 这这就是真正真正体现水平的时候了 啊 绝体现水平的绝对不是一开始那个方天九三杀 那个方天九三杀只是为了秀而已 好我们看最后一句 所以说刚才那局的确是仗着曹仁中 但如果主公知道基于曹仁翻面 那我就一定夸奖主公 我觉得主公对孙子流放的理解 已经深入到骨髓了 我就不认为他是沾曹仁的光 我就认为他是靠自己赢的 但刚才那一局你们都看到了 他自己翻面了两个回合 完全就是沾曹仁的光啊 所以不值得我夸奖 只能说这一局比较有意思 啊 今天的最后一局啊 这一局我要好好跟你们说一下 这是周一的时候 拳击生日所办的鸿门宴杯 比赛的一局啊 拳击办的比赛呢 因为他只是过生日时候 办的临时的比赛 所以说呢就是 谁有空请谁来 啊并没有经过层层的筛选 所以说当时打牌的时候 那个各种群魔乱舞啊 包括花丸也在啊 你们看这边这边是花丸 所以说饱受诟病 我在拳击所有的录像里挑了 挑了能看的一步啊 在这边呢也是感谢一下拳击 长期以来对帝国杯啊 啊对我梦中三国沙的支持啊 好这边起手花丸直接跳钟啊 这边选手们大家大部分都认识啊 天翼我平时用的号 最近用的号天翼 叶英啊百坑讲坛的副审员 这边是花丸啊 这边叶宇啊 剩下几位是拳击的粉丝啊 主视角呢是我的粉丝 呃他这个号是我借给他的 他在那个 他在这个直播间 他在那个守护啊 他在我直播间是有守护的 他守护的名字 应该是叫胖个臣子吧 啊这边直接红顺双顺 再来个黑顺啊 这边直接盲蔡文基了 其实蔡文基呢 是有做终神的属性的 一个红杀双天变 啊 洗手给你大秀特秀 秀的一逼 开了个神陶原 这神陶原是为谁而开的 暂时不表 啊但是他决斗啊 露出了他反雷震惊的面目 啊那边有个贺奇 但我们是孙策啊 所以说贺奇十六八九是个反了 你别说贺奇这把还还陕西还是 还是有点用的啊 这个陕西挺厉害 而且在蔡文基的帮助之下 他有技能了 对不对 这边张松被打得很惨啊 到我们主视角了 主视角这边没有搞 还是 目前还没有搞清楚 盐白虎跟贝密呼 两个人的身份 所以说呢 他默认 希望贝密呼是自己人 或者说是暂时的自己人 但是他红杀还是打出去了 如果他觉得贝密呼是敌人的话 这刀是不应该打的 我觉得 不是说这刀不应该打的 五股封灯是不应该开的 这五股封灯因为张松在末之位 而且如果贝密呼是反的话 你自己看一看这个反的站位 这五股封灯就不该开 另外我觉得内剑开五股封灯 本来就不太好 还有就是这把雌雄剑完全不用藏 为什么要藏雌雄剑 场上已经有很多刀了 没有人会惦记你的雌雄剑的 我觉得闪留一张是一张 因为你全部都是黑牌 等一下你摸到火宫了怎么办 对不对 那么 这边贝密呼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已经乐乐其密的情况下 去强侃张松 就是视张松于五五 于是乎其密 他拿了一张红桃的桃置顶 然后用手牌发动拼点 刚才你们看到有天变的那个效果 是因为只要其密拼点牌用的是红桃 他就视为K 这也是天变 天变技能有两段 一段是你可以拿排队顶的牌 作为拼点牌 第二个是红桃 视为K 这两个技能都是天变的 所以说其密把一张红桃的桃 放在排队顶了 那么其密就天过乐了 这就不是天过了 这是人过 天过地过人过 这个是人过 他人过了这个乐 要知道其密这个回合你可不可小觑啊 这是有张松线图的 而且其密敢用桃去 敢用桃去置顶 就致命他手里还有桃 足以保住张松 甚至有可能击杀你 这边还好有陈琴 这边陈琴 无限是没有能够陈琴出来 好 这边 这边无限发动了他的技能 无中三开 但是呢 由于其中一个目标是蔡文基 蔡文基呢 边上是阎白虎 阎白虎发动了技离 于是乎就来了一个无中四开 有可能有观众会问 如果蔡文基无中 如果要是无限的无中 对于阎白虎也成为目标使用 那阎白虎会不会反复技离开两个无中 我跟你们说 这是不会的 为什么不会 因为 一个锦囊对一个目标只能生效一次 如果阎白虎已经成为目标了 他不能反复成为目标 就好像你太史词打一个方天四红沙 阎白虎已经是红沙目标的情况下 哪怕左右都是红沙的目标 他也不会再次成为目标 明白了吧 好 那么这个无中四开的景象 让人叹为观止 我不用想我就知道是小叶宇干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小叶宇他非常的受欢迎 所有人都爱他 他也爱所有人 对不对 非常的博爱 简直到了一种人尽可夫的地步 有人说了 这个悲蜜虎不是女的吗 这蔡文基不是女的吗 对吧 没关系 小叶宇不介意 阎白虎不是个敌人吗 对吧 没关系 敌人也好 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就是这么人尽可夫啊 就是这么人人喜爱 这边嘲讽最高的一定是张松 然后阎白虎现在排很多啊 看看他能干什么 刚才已经 刚才已经过了啊 这个借刀杀人就 特别特别奇怪 为什么去借贺琪的刀 对吧 想自己杀张松 就借张松的杖八 杀两刀 对吧 想要队友帮忙出杀 就借无限的刀 杀张松 贺琪的刀如果被借走了 是非常非常亏的 而且讲道理把张松的刀借走 也不是坏事 完全可以借张松的刀砍奇蜜 让他砍一刀什么的 对不对 奇蜜已经裸奔了嘛 这刀砍上去也很疼 这边是 第二刀想起来借背迷糊的刀了 背迷糊 借背迷糊的刀砍张松 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因为这个背迷糊被奇蜜砍得很惨 肯定是没有闪了 杀应该是有的 有观众提到说什么大桥的琉璃啊 福皇后之类的 首先我跟你们说啊 不久的将来 就官方前段时间出了个公告 不久的将来 这个一张牌完全不能成为 就一张牌完全不能有两个人的目标 现在还可以 杀还行 但是锦囊一定不行 锦囊是一定不行的 因为南蛮入侵 你不能让一个人 就是有董允之类的 他只能减少目标 不能增加目标 对吧 什么南蛮入侵万年齐发 五股风能桃源结义之类的 你只能减少目标 不能增加目标 锦囊是一定不能一个人成为两次目标的 而这个杀现在还行 但是不久的将来也不行了 这个事情官方之前出了公告了 这个我忘了跟大家说了 现在还行 有福王后跟大乔在的话 杀还能成为两次以上的目标 不过纪里 他本身发动的要求就是 此牌不 你不为目标的情况下 所以说太史兹方天三红杀 打他 只要打 只要目标里有他 他就不会额外成为目标 激离发动的条件本身就是这样的 这边 这边传木马也不算太坑 因为贺奇不一定 不一定有这个红色的基本 但是他有也没办法 这边我们主视角续报 是续报了一万年了 就看能不能入局了 哦 来久了 红酒 红酒当然没什么用 火攻 好 先把南蛮如今开了 看能不能收到被密乎 收到了 而且奇蜜现在是空城的 不会阻止我们的计划 好 这边打错了 这边跑上来就打错了 南蛮开了没问题 打火攻打早了 你们想想看 这幅牌里你见过铁索连环吗 对不对 是不是从头到尾没有人 进过铁索连环 有见过人置换铁索连环 但是你见过有人绑铁索连环吗 你好不容易摸到一个火攻 这边有决斗可以先收无限的 为什么不先收牌找铁索连环 对不对 这个失误在我看来就很大 结果无限手里还有陶 这就是一个衍生失误 就是一个失误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反贼有可能还有陶藏在裤裆里 你这么快 你提前击杀铁奇 如果有陶救了铁奇 阎白虎被踩血了 这就恶心了 这就非常恶心了 现在再去击杀无限就有点晚了 对不对 就有点晚了 可惜不是红决斗 也没有找到红杀 当然铁索连环最后也没有出现 没出现是天意 但是你前面没有先拿决斗 击杀无限 导致阎白虎多了一血 这就是你的原罪了 没有能够一波入局 很遗憾 而且阎白虎额外多了一些 让人很让人觉得很难受 你看这铁索连环就差一点点啊 然后这蔡文基很业余啊 非常的业余 去杀去杀奇密 被天变的牌都没了 然后阎白虎哪有红杀 这边蔡文基陈欣想保命 结果我们这边没红桃 能救蔡文基当然是最好的 那救不起来那也没办法了 只能让他去死 还好有无懈可击 好 南蛮入侵 这边琴蜜又来了 前面裸奔害死了张松 现在南蛮入侵就敢说 这是主中内 这是群内 这是比赛群内 这应该说是 道德绑架最严重的一种牌局 这是道德绑架最严重的牌局 这是拳击办的比赛 我做裁判 我做解说的比赛 你告诉我 你只要调写孙策 还敢再开南再开万吗 不敢了吧 而且孙策的一面是最大的 哪怕是个路人局 你故意调一些 牵制孙策都是没错的 更不要说这是道德绑架最为严重的群内比赛局 还是拳击办的比赛 我做裁判的局 你去出这张杀干什么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对不对 最终我们的主视角是 非常威风的 打了一个横扫千军 打了一个横扫千军 呃 总的来说这一局已经是 比赛里面最好看的一局了 剩下的七局 粗制滥造完全没法看 啊 大部分的人打的都不是很好 呃 这局呢也给我们 还是给我们看到了不少很有趣的东西 比如说 人尽可福的小夜宇 开了四个五中啊 虽然现在开四五中也不值钱了 因为有被迷糊嘛 被迷糊你比如说开四五中了 开八个五中都行 但是人家不是被迷糊 对不对 不是被迷糊 我不是一代妖女 却依然可以做妖女可以做的事情 这就是小夜宇啊 别人都学不来的 可以肯定的是盐白虎手里应该不是九桃 因为盐白虎中兵的 前面张松是被九杀死的 那你们想想看盐白虎的手里会不会是九桃 对吧 前面张松是被九杀死的 张松被九杀死你们总记得吧 对吧 张松被九杀死盐白虎没救 是不是盐白虎没逃 盐白虎前面杀杀这个蔡文基 是不是没有出九 你想想看 蔡文基有成情的情况下 孙策还有一手的牌 盐白虎有九他怎么可能不喝酒 所以盐白虎一定不是九桃 我要分析我就好好跟你们分析 盐白虎一定不是九桃 这刀九杀打下去一定没问题 只要不是闪就一定赢 所以说哪怕是奇密这种武将 啊 这都是很需要脑子的 没有一个武将是不需要脑子的 好了啊 今天百坑讲坛有点超时啊 也不算超时吧 因为本来我说好这个礼拜给大家做两期的 结果 结果做不了了 我就适当延长一点 适当延长一点 今天就多讲一点 那么下周肯定给大家做两期 好吧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啊 最终看来这个身份第一男主肯定是孙策 身份第一男主孙策 国战第一男主袁绍 谁是三国沙第一男主 不知道 因为因为袁绍在身份局也有地位 孙策在国战也有地位 所以说三国沙第一男主到底是谁 让我们二十周年再见 这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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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就是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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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